外商投資法目前是出台的這種環境 和這個貿易戰是有直接關係的 有這個法律當然要比沒有好一點 聊勝於無 但是中國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黨比法大 權比法大 這個問題不解決 任何法律在中國都沒有實質意義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分析的話 投資法並不可能取得美國 也不能取得國際社會的信任 這當然也是另外一條 美國在中美貿易協商的談判中 始終要堅持 要設立一個協議的檢查機制的重要原因 因為如何去落實這些東西 實際上比立法要難得多